净爆消息 随着巴萨牵下马尔科姆 切尔西球员威廉可能需要另找下家了 曼联将是他的潜在去处之一 此前报道称 面对巴萨的球狗 切尔西威廉标价7000万英镑 但巴萨并没有选择接受切尔西的要价 而是签下了波尔多球员马尔科姆 虽然切尔西先帅巴里 声称威廉依然在球队的计划中 但曼联主帅莫里尼奥在接受采访时 称已谈到了球员转会问题 他认为今下球队还需要签下两名球员 小哥与威廉即将迎来自己30岁的生日 静报认为他很可能会选择离开切尔西加盟曼联 上赛季 威廉代表切尔西在英超赛场中出场36次 打入6例进球 并有其次助攻 曼联今下的转会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下窗开启之后 巴西中产弗雷德是红魔一线队的唯一影员 打入6例进球